這就好像要玩魷魚遊戲一樣 大家都死光了 就剩下美國拿到了所有的好處了 拜登考慮到他國內的選舉的考量 考慮到美國現在的軍火商 能源業者 現在正賺著盆滿鋪滿的時刻 我大可以繼續打下去啊 所以美國不想停嘛 哲倫斯基很清楚知道 一旦他停了 他的政權就沒了 他為了他的政權 他也不想停 所以在這個局裡頭 歐洲這些國家的政治人物 真是愚蠢到極點 難怪每一次世界大戰都在歐洲打 對啊 美國跟他的那些西方的盟友們 一直在考驗俄羅斯的耐性 我也不理解 為什麼他們會認為普丁有這麼好的耐性 不管他們怎麼樣親門他戶 普丁都會冷氣吞聲 我完全不理解 這群大國的領袖們 是做什麼樣的判斷 得到這樣的一個答案 但是你現在看這個俄乌戰爭 大概涉入俄乌戰爭的是四個方面的國家 第一個當然是俄羅斯 俄羅斯現在我認為它是 處在一個不得不打的地步 因為對方不想停 所以我就必須要打了 那打的當然也挺無奈的 所以他才在前一段時間也釋出來說 不是不能談 大家來談談看 但是現在顯然並不想談的 這個跟俄羅斯無關 是美國是烏克蘭跟西方的盟友 那既然大家不願意停 那麼俄羅斯當然就只好奉陪下去了 所以對俄羅斯來講 他把底線畫得很清楚 你要玩這場遊戲我陪你玩 但是我的底線在這裡 如果你跨過了這個底線 如果我真的忍不住的時候 我一直在強調這就是逼虎跳牆 就是大家常常講說 受死的駱駝比馬大 更何況俄羅斯不是一隻駱駝 它是一隻老虎 而且它還沒受死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真的踩到俄羅斯的紅線 它必然會採取行動 那對美國這一方面來講 它是長大的甜頭啊 它在過去收割了所有俄烏戰爭的紅利 全世界只有美國一個人 獨得了所有的紅利 這就好像要玩魷魚遊戲一樣 大家都死光了 就剩下美國拿到了所有的好處了 那美國當然不想停啊 這個時刻 拜登考慮到他國內的選舉的這個考量 考慮到美國現在的軍火商 能源業者 現在正賺著盆滿鋪滿的時刻 我大可以繼續打下去啊 所以美國不想停啊 那麼對烏克蘭來講 哲倫斯基很清楚知道 一旦他停了 他的政權就沒了 他為了他的政權 他也不想停 所以在這個局裡頭 剩下的最後一個方面 就是歐洲的這些國家 歐洲這些國家的政治人物 真是愚蠢到極點了 難怪每一次世界大戰都在歐洲打 打了一次打了兩次 現在看起來要打第三次了 歐洲是完全深受其害啊 就僅次於烏克蘭跟這個俄羅斯了 但是歐洲受到了美國的裹挾 所以歐洲必須要跟著美國老大哥的背後走 所以歐洲看起來也並不想停啊 所以這場局看起來就是 美國 烏克蘭 歐洲都不想停 那麼當然俄羅斯就只好持續打下去嘛 剛才這個有明兄提到說 我們看到的這個新聞 說這個烏克蘭攻擊了克里尼亞的一個地區 那是什麼地區 那是民眾休閒的海灘 在美國給的這個相關資料下去 攻擊了一個民眾休閒的海灘 美國跟這些西方盟國怎麼都不講話呢 死的都是無辜的平民耶 怎麼都沒有人出來說句話呢 那這對俄羅斯來說 這就是挑戰它的紅線咯 就它一般的平民百姓 在海灘上都會被飛彈這個波及 那你叫俄羅斯是忍無可忍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外界一直都很擔憂 就是美國跟烏克蘭跟西方盟國 這種毫無底線的挑戰俄羅斯的這個紅線 最後的結果 極有可能會引爆一場歐洲的戰爭 不要說它要不要用這個戰術核武了 這個烏克蘭光射兩枚超高音速的飛彈就好了 不用帶核子彈頭 超高音速飛彈射到這個歐洲的任何兩個小國射射看 就哪一個國家的飛彈防禦系統可以攔得下來呢 那歐洲的戰爭是不是就要一觸即發了 歐洲馬上就要面臨第三次世界大戰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 現在全世界所有的和平 都是掌握在普丁一個人的耐性了 他一個人的忍耐力究竟有多少 關係到我們會不會面臨第三次世界大戰 美國烏克蘭跟西方盟國這樣玩 等於是把整個全世界好不容易建立幾十年的和平 都嚇在他們的賭注裡頭了 就是說當然越南得利於美中爭霸的格局嘛 所以它就似乎成為另外一個印度一樣 就成為美中雙方都要各自拉攏的這個對象 但是畢竟越南跟印度不完全相同 因為越南過去跟俄羅斯的關係非常的深 那大家也不要忘了 越南也是少數全世界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 所以呢以共產黨執政這種概念的話 它跟中國大陸還是師出同盟的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你說美國拉攏越南有沒有一定的效果 當然你這個對越南來說何樂而不為 你要自己送上來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我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但是越南也很清楚的知道 它跟俄羅斯的關係更深了 越南自己的這個軍事採購 百分之六十都是來自於俄羅斯 那麼你更不要講在地緣政治上 越南跟中國大陸是連在一起的 它有什麼必要要當美國的馬前卒 去跟中國大陸一分高低呢 對越南來講它有另外一個考量 它也是一個專制獨裁的共產黨的國家 越南不是沒有看過美國去怎麼批判中國大陸的 越南當然心裡頭也很清楚的知道 美國現在是有求於它 所以才在這邊溫言軟語的極力拉攏 等到有朝一日利用價值完了之後 翻臉就像翻書一樣了 所以對越南來說 在意識形態上它永遠都不會跟美國站在一起的 那麼所以基於意識形態也好 基於地緣政治也好 基於其他的這個相關的這個經貿考量也好 基於國防採購也好 你說要越南完全跟美國綁在一起 跟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分道揚鑣 其實這樣的想法幾乎是這個太天真了 美國的想的太容易了 那當然越南過去跟中國大陸彼此有一些矛盾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因為美國把這些人都抱成團了 就是越南跟中國大陸的確有一些矛盾 可是越南跟俄羅斯的關係是很緊密的 俄羅斯現在跟中國大陸是上不封頂的夥伴關係 所以你說越南 中國大陸跟這個俄羅斯 有沒有可能在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之下 把這個關係拉得更近 當然有可能 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狀況 我們光看在過去這段時間所發生的事情 大家難道不覺得說只要稍微有一點智商的政治人物 都不會做出這麼錯誤的決策嗎 如果德國今天的總理還是梅克爾 俄羅斯戰爭不會開打 如果德國的總理現在還是梅克爾 北溪一號跟北溪二號早就共棄了 德國的能源價格會大幅的下降 德國的產業不會出走 德國不會經濟衰退 如果今天德國的總理還是梅克爾 他也許不會跟著美國的屁股後面走 不會對中國大陸啟動所謂的歐洲貿易戰 然後讓德國去蒙受損失 大家知道歐洲長久以來在推動的就是節能減碳 不遺餘力的 25年要科增碳稅 要做所有的相關的碳足跡認證 這都是歐盟的目標 可是從俄乌戰爭爆發之後 歐盟想要推動所謂節能減碳的目標 想要達成恐怕很困難 因為他們的能源又重新走回了 當時火力發電的狀態 那麼同時你看到的 如果今天歐洲真的要推動所謂節能減碳的工作目標的話 理應他希望能夠購買更便宜的太陽能面板 來自於中國大陸 或者是購買更便宜的 這個更廉價的這個電動車 讓他們的民眾願意使用 去解決這個排碳量的問題 所以現在歐洲國家這些政治領袖 所做的事情跟他們原本設定的目標 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那麼好 你現在看到了歐洲跟著美國的背後走 要對中國大陸的電動車去課懲罰性關稅 的確 中國大陸出口的汽車如果你扣掉燃油車 將近有百分之五十 都是以歐洲市場為主 可是各位如果你在看一下那百分之五十 你就發現歐洲現在在玩的就是欺商權 就是殺敵一萬自損八千的戲碼了 因為這百分之五十裡頭是什麼樣的公司 都是歐洲 特別是德國 法國 設在中國大陸生產電動車的公司 所以你今天商到的是你自己國內的企業 你商到的是德國的 法國的企業 而不見得完全都是商到中國大陸的這些電動車業者 那麼你反過來講 當你今天對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課徵這個懲罰性關稅的時候 你就逼著中國大陸出手了 其實中國大陸現在還算很保留 大家看一下他們的懲罰性關稅課得多重 這個歐盟對中國大陸的電動車的這些公司 他們是有不同的稅率 但是最高科到加上原本的百分之十 以及現在的百分之三十八的懲罰性的稅率 它幾乎科到百分之五十的稅 它對華為的電動車科了百分之五十的關稅 可是中國大陸相對來說比較克制 它只是宣布說對於這個大排氣量的燃油車 它要把關稅調高這個百分之十 它的目標針對誰 它的目標當然是針對歐洲的車子 那對這對德國來說就是坐立難安了 德國的BMW 德國的這個Mercedes Benz 德國的這個Volkswagen 在中國大陸落地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所以一旦被科了相當的這個稅率之後 對他們來說一定造成致命的影響 同時中國大陸出了另外一手 就針對豬肉下手 這是中國大陸聰明的地方 因為大家看一下歐洲這幾年亂在哪裡 都是亂在農民 歐洲的農民不好惹 歐洲的農民比台灣的農民更難搞 所以歐洲的這個黃背心運動 就是所謂的歐洲農民當時所發起的 它現在針對的這個豬肉下手了 這個歐洲的豬肉銷往中國大陸 一年大概是60億 那麼這60億是來自於歐洲 大概占了中國大陸 豬肉的進口量很大的比重 但是呢 這60億裡頭呢 最大額的是來自於西班牙 它大概占了15億 然後接下來是荷蘭丹麥法國 所以當這個中國大陸針對了豬肉來科徵 所謂的反傾銷的這個關稅的時候 馬上就衝擊到這些國家的政治穩定的問題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中國大陸另外一方面還可以把手騰出來 去這個結盟它在這個中南美洲的這些國家 所以它打算準備把豬肉這個轉向跟俄羅斯購買 跟阿根廷購買 跟巴西購買 這對中國大陸何樂不為呢 既然你歐洲市場不歡迎我們中國大陸的產品 那麼中國大陸的產品就到中南美洲去嘛 所以大家彼此互利 大家彼此共榮共存 所以如果這條路繼續走下去 傷的最重的一定又是歐洲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在強調說 歐洲到現在都看不出來一個 有頭腦的政治領袖 所以才會把歐洲帶到現在這樣悲慘的境界 的確喔 就是這個消息當然就震撼了 美國跟他西方那群要看好戲的羅羅們 那麼他們一直以為說只要限制了這個DUV 甚至EUV不讓這個也都全部把它封鎖掉了 那麼甚至後續的一些維修都限制掉了 那麼中國大陸就會一籌莫展了 但是顯然看起來中國大陸並沒有一籌莫展 它在現在的基礎上試圖在做這個一個又一個的突破 那麼大家講說所謂的EUV跟DUV的差別在哪裡 就現在中國大陸大部分的晶片製作 這個生產的機器大概都是DUV 就是所謂的深紫外線的曝光機 那麼如果你要做先進製程 所謂先進製程就是越小的越先進 所以5奈米以下的 5奈米3奈米 他們認為就要用到這個ESMO最新的 叫做極紫外線的這個曝光機叫做EUV 但是你說DUV能不能夠做到這個接近先進製程的晶片呢 其實是可以的 就是從這個華為的MAT-7這個60的時候 當時他們就證明了 雖然外界都認為說中國大陸的這個DUV最多做到13奈米了 那麼剩下的下面的就不可能了 可是它利用了它的這個技術 重複的曝光 在去年它做出了7奈米 那今年它做到了5奈米 所以也就是說 你要用這個比較低階的這個製造的機器來生產這個先進製程的晶片 有沒有可能 中國大陸的中心證明可能 那麼也許當然很多人講說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也許良率會有一點損失 所以成本會稍微提高 但是總比什麼都沒有好啊 就是現在這個大家是準備把中國大陸掐死嘛 就讓它一片晶片都買不到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雖然良率可能損失一點 成本稍微高一點 可是它現在不失事為一個短期的 來先因應這個衝擊的一個方法 那麼所以 但是為什麼我要講短期 就因為長遠來講 中國大陸必然要在晶片生產上 想出更多的這個方向 或者是技術的開發 但是光是現在喔 各位看看今年全球三大這個晶片代工廠 第一大台積電 第二大是這個Samsung 韓國的Samsung 第三大就是中國大陸的中心 所以對中國大陸的中心來講 它別的不多 它市場大啊 就是你沒有錯 你限制我不要緊 其他人也進不來 那大家都買我中心啊 這對中心來說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撐力量 當你的市場這麼大 你的客戶這麼多 對中心來講 它能不能用功課技術上的瓶頸 這只是時間的問題 更不要講說現在真的一定要靠EUV跟DUV嗎 大家如果看一下現在日本的Canon 它在推的一個技術 就不用EUV跟DUV 它用什麼 它用奈米壓印的技術 它用奈米印刷的方式來堆疊 所以現在光Canon就在發展這樣的技術了 現在正準備要進入量產階段 所以我要講這個例子 只想讓大家知道說 沒有DUV跟EUV 不見得不能生產出晶片 那就要看你要用什麼樣的這個技術 來完成這樣的工作 但是現階段來說 你光看到它能夠用現有的這些設備 就能夠做到5奈米 我覺得對中國大陸來說 就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 如果這樣都做得到 那麼我當然對接下來他們攻克這些技術瓶頸 你們是很有信心的